莫斯科防空漏成筛子,却意外启发解提新思路。乌克兰越发疯狂或将自掘坟墓。无人机在袭莫斯科,继连番袭击克里米亚后,乌军又一次打到了莫斯科。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称,24日凌晨4点左右,记录到无人机袭击了两座非住宅建筑。 一架无人机残骸在共青团大街17号附近被发现,另一架无人机坠毁在利哈乔夫大街的一处商业中心。初步信息显示,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。 事发后,莫斯科警方和救护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,利哈切夫大街和共青城大道一度被禁止通行。 额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,当天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。 不过,对袭击的声讨掩盖不了俄罗斯的防空漏洞。 事实上,莫斯科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无人机袭击了。 今年5月,也是两架无人机夜袭,目标是克里姆林宫。 当时克工屋顶爆出巨大火球,好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损失,普京本人也不在现场。 按理说,有了前车之鉴,应该加倍小心才对,事实证明,毛子的心不是一般大。 当然,也可能是有心无力。 俄罗斯防空本身存在严重漏洞,特别是针对无人机这类小低慢目标能采取的措施十分有限。 当然,小、低、慢,本身就是防空系统三大难点。 针对这种飞行器,目前应该还没有哪个国家敢拍胸脯保证,有把握全部拦截成功。 这次不必猜凶手。 上次无人机夜袭客工,俄双方扯起了头花,一个骂对方恐袭,一个说自倒自演,也有分析是CIA干的。 这次俄方剧本依旧没变。 国防部第一时间表示,乌方试图对莫斯科室内目标发动袭击,两架无人机均被电子战压制并坠毁。 但乌方一反常态,迄今未曾辩解,也无回应,等于是默认了。 针对境外的军事打击,乌克兰近来评论越来越少,行动却越来越频繁。 这次袭击明显是冲着重要军事目标而来,遭袭的其中一栋建筑距离国防部大楼仅2000米。 国防部大楼附近还发现了无人机残骸以及爆炸产生的碎片。 其实,乌军针对莫斯科的无人机空袭一直未曾停止,只不过大部分都在市区外被拦截。 这两次袭击引发广泛关注,是因为无人机出现在市区。 合理推测,无人机操控者应该就在莫斯科周边,内卫部门需行动起来。 6月21日,俄国防部声称在莫斯科地区击落了三架乌军无人机,防空系统也是利用电子干扰,使其失去控制并坠毁。 袭击目标是俄军地面部队塔曼斯,驻扎在加里明涅茨,距克公约60公里。 俄军过往的电子战干扰,从效果上看,虽然可以令乌军无人机自行坠毁,却无法控制其行动轨迹。 被干扰的无人机基本属于失控状态,在坠毁过程中可能对其他建筑物或地面目标造成伤害。 乌军目前针对莫斯科的无人机空袭,规模和频次都十分有限。 若是增加洗扰频次,即便未造成人员伤亡,隔三差五来一回,也足够令市民恐慌了。 众所周知,无人机打击最可怕的是风群战术,一旦数量上来,俄军防空系统实在很难令人信服。 法国公司遭殃,事发当时,其中一架无人机坠毁在利哈乔夫大街一栋商务楼的顶端,引发了一场小火灾。 目前火势已被扑灭,但建筑的第十七是八层一侧被焚毁。 很不幸,这栋大楼顶层正好是法国家装巨头乐华梅兰位于莫斯科的总部。 乐华梅兰是世界500强之一,作为全球排名第三,欧洲排名第一的家装建材零售集团, 在全球拥有近4万名员工,先后在法国、西班牙、波兰、意大利、巴西、葡萄牙、俄罗斯、中国、希腊等13个国家开设了310家门店。 乐华梅兰隶属于低调到令人发指,却几乎包揽了法国人衣食住行的穆里叶家族。 中国消费者熟知的迪卡农在其商业帝国里压根排不上号。 随手搜了一下,乐华梅兰在莫斯科的店铺超级多, 说好的外资撤出俄罗斯市场呢,其实大部分跨国集团都没撤,也有撤了以后又换个马甲回来的。 面对利润,资本家就是如此诚实。 莫斯科防空这么虚,自然得优先保护军事目标。 无军无人机受到无线电干扰后,成了无头苍蝇自由飞,也不是俄军刻意引导的结果。 法国人遭了这场无妄之灾,也只能自认倒霉,打落牙齿或血吞。 打开新思路,不过乐华梅兰的遭遇正好为莫斯科防空打开了新思路。 这一次或许是凑巧,无军无人机目标本来是俄国防部,结果被电子干扰,骗到了法国装修公司总部。 下次可就说不准了,反正是电子战干预,又到无人机拐个弯,认真研究研究,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 以后,无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,有可能被引导砸向一些特殊目标吗? 毕竟美国大使馆,距离俄罗斯外交部,直线距离也才1000米。 比起法国乐华梅兰总部偏离俄罗斯国防部的2000米,可是足足近了一倍。 北约跟乌克兰反正并肩作战,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 饮水冲下龙王庙,这是我看行。 长次以往,乌军在想空袭莫斯科,怕是得掂量掂量了。 西方一直不支持乌克兰攻击俄罗斯本土,就是怕把北极熊逼击了真发疯,波及到自己就不妙了。 乌军每次派无人机袭击莫斯科,都会遭到俄军更大力度的空袭报复。 所谓乌克兰大反攻,事实上变成了绞肉机,俄战场已全面失控,啥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 晦气的神风,来点题外八卦,这次让法国人挨了一闷棍的,是乌军神风无人机。 要说神风这名是够晦气的,比如日本的神风特攻队。 神风之名,源自元氏祖湖碧列时期,元朝军队两次对日东征,都因海上突如其来的台风而告吹。 日本人认为,是神武天皇的鬼魂掀起神风击退援军,使日本免于被灭国。 日本就喜欢神神叨叨,风水能好才怪了。 二战后期,赋于顽抗的日本,为扭转战局,组建了大量赶死队,神风特攻队便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致。 发起人大溪龙智郎,为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司令,是极其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。 他提出,由技术较差的飞行员,驾驶装满炸药的劣质战斗机撞向美军航母,同归于尽。 日军走投无路后,神风发起的死亡袭击格外疯狂。 粗略统计,从队伍组建到日本投降,神风特攻队共击沉,击伤敌剑近400艘,造成敌军死伤超7000人,代价是4000多名队员殒命。 同样是赶死队,为何独独神风特攻队令人厌恶? 主要原因是,其他国家赶死队成员都是自怨,而神风队员却并非如此。 尽管日本一贯岁月史书,宣称神风特攻队是自怨为天皇玉岁,但通过一些幸存者和遗书发现,绝大部分神风队员都是被逼,甚至被骗去送死。 日本九州岛,有个自杀飞行员纪念馆,里面陈列着神风特攻队成员的1000多张照片和遗书。 除了极少数狂热分子,绝大多数队员的遗书中都流露出恐惧和愤怒。 他们一上飞机,就被绑在椅子上,被逼着驾驶木头拼成,在满烈性炸药的飞机冲向敌人,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 神风特攻队成员都特别年轻,在死亡的769名少卫级以上军官中,有648人是飞行预备学生。 所谓神风队员,其实是一群未成年的娃娃兵。 有人在遗书中写道,我并没有打算为天皇去死,只是有人替我做了这个决定。 还有人在遗书中咒骂,称如果拒绝,家人将受到牵连,他们根本别无选择。 连骗带逼,让如此多的未成年人去送死,也只有日本干得出来。 神风特攻队是日本濒临崩溃的产物,是垂死挣扎的工具,更是走向毁灭的预兆。 如今的乌克兰也越发疯狂,无所不用其极,行径同纳粹无异。 疯狂是灭亡的前兆,希望乌克兰人珍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